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在12月21日午夜前,就短期拨款法案达成一致,联邦政府部分机构,已经被弄完而停摆,这次停摆的导火琐事共和,民主领导就总统特朗普,要求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,修建隔离墙的经费问题僵持不下。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,特朗普似乎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种僵局。 特朗普12月27日在推特上写道,民主党最终意识到,我们迫切需要边境安全和南部边境的隔离墙了吗? 民主党说他们不想要隔离墙,尽管他们知道它是必要的,他们也不想要移民和海关职宝局,他们没有太多可以用来竞选的筹码,是吗? 伴随着这种愚蠢行动的,是一个开放的南部边境和大规模犯罪。 特朗普近段时间,没有跟国会两院的民主党领导人商讨此事。 民主党方面认为,特朗普似乎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 11日,特朗普曾在白宫办公室,会见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少,数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。 当时他曾表示,如果民主党拒绝为美国边境墙,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拨款,那么为边境安全考虑,他将很自豪的让政府关门。 如今,骑虎南下的特朗普,似乎已经铁了心,将问题抛给民主党。 开着26日在突赴伊拉克劳军时称,你们正在其他国家为边境而战斗,而民主党却不想为我们国家的边境而战斗。 这真的说不过去。 19日晚,参议院曾表决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,该法案是保联邦政府正常运行至2019年2月8日,但不包含特朗普要求的建墙经费。 在特朗普明确表示,将拒绝签署后,共和党人就凭借习为优势,本众议院强行通过加入57亿美元减强款的修改版临时拨款法案,但该版本21日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。 两党互相攻击,丝毫没有显示妥协退上的意愿,最终导致部分政府部门停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